看完了单次读读读之后,咱们接着来钻研雕塑大师亨利摩尔写的这份文章。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请看屏幕。 这句话说, Appreciation of sculpture depends upon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form in three dimensions。 这个主语是Apprehension of sculpture,对于雕塑艺术的欣赏。 或者咱们翻译成中文,可以把欣赏当动词翻译,欣赏雕塑艺术,这也行。 Appreciation,常见的意思很多,表示欣赏,表示感激,感谢,表示理解,都有这个含义。 它的搭配有些小的区别,咱们一会会说。 在这里面,一个上下文,表示欣赏,而且后面加的是off,进一步确认了这个意思。 Sculpture,表示雕塑,在三册的第18个当代艺术中的电流,咱们见过的词。 在当时我讲过,sculpture,如果表示雕塑,雕塑艺术,这个含义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但是表示雕塑品就可数了。 都是抽象的含义不可数,但具体的一个两个东西就可数了。 在这不可数名词叫雕塑艺术,或者雕塑,这个艺术门类就行了。 所以欣赏雕塑艺术怎么样呢? Depends upon, depends upon,比depend on正是一些依赖于,要基于。 依赖于这么一个能力,什么能力呢? to do到句末,这是后制定语修饰ability。 ability,我们搭配一般跟动词不得是to do,做模式能力。 什么呢? 能够对这个形状反应,to respond,respond也是跟respond to do,加to something,对于什么的反应反馈。 respond加这次to,我们form是形状。 这个形状不是表示一个两个具体的形状,表示抽象,形状,这个抽象含义也是不可数的。 什么呢? in three dimensions,就三维空间之的形状的反应能力。 欣赏雕塑艺术要具备这么一个能力,就是能够对三维空间的形状反应的什么一个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你可以欣赏艺术作品。 in three dimensions,后制定语修饰form这个名词,三维空间的形状。 这个在什么维词之中,加其次in,dimension,有人要把它读成dimension,叫做空间的维度。 咱们在四测十六科当代程式讲过空间的维词。 三维立体的,就是three加连字符dimensional,把这s去掉加al就好了。 这是一些语法结构的分析。 下面我们看看这里面细节。 你先第一个,apprehension,这个得注意,有三个意思。 第一次叫做欣赏,表示欣赏。 后面off一般都跟这些词off搭配。 就是欣赏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apprecision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对于诗歌和文学作品的欣赏。 所以中文的翻译可以把名词当动词翻译。 因为中文是动词优先。 欣赏诗歌,欣赏文学。 可以这么来说,是欣赏。 我们知道这个词还有特别常见的含义叫感激感谢。 这个我们在第16课讲过一个搭配叫in appreciation,表示以感激或感谢。 16课当代城市,咱们讲这次in,有的时候可以表示这个目的,在这就是一个,叫以感激或以感谢。 I send him a gift in the precision of his help. 我给他寄了一个礼物以感激他的帮助。 这是以感激或以感谢。 还有一个含义,这是在我们前面讲过一个比较冷皮的意思,第七课中讲过,叫做理解。 这时候后面借词答题,一番也是跟off。 apprecision of,叫理解某个东西。 字面意思对于什么什么的理解,但中文依然可以到动词翻译,叫理解什么什么。 这个含义比较正式。 比如说看第七课咱们见过的句子,在四十一页的第三号,在四册,四十一页的第三号,他说, to get a full appreciation of what this means, we must turn first to some recent human inventions. 为了能够完全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们首先必须借助于一些最近的人类发明。 这个appreciation不是欣赏,也不是感激,而是表示理解。 表示这个意思,它比较正式。 回顾一下appreciation三个意思。 欣赏,感激,感谢,还有理解。 连搭配可以同时记住。 但本文中有上下文,肯定是欣赏。 新人场雕塑艺术,要依赖于这么一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 就是能够对三维空间的东西,这个反应能力,这个反应能力是重要的一个能力。 那么,后面我们第二句话,承接第一句话,他进一步来说,看屏幕。 他说, 这里边呢,是由分号分开两个并列句,分号在这边表示并列关系了。 这个分号,后面的句子不一定非得加连词了,因为分号本身就相当于连词的功能。 有这个意思,就不一定非得加连词了。 前面这个why,从why开始到第二行结束,当然是表语从句。 因为前面,there is,that is,我们叫why,主细表结构。 那,这个that,就承接第一句话,这上下文逻辑就更圆容了。 这就是,这个可能,为什么,看表语从句,这个雕塑被描述成为是所有意识中最困难的一个艺术形式。 be described as,这是咱们多次讲过的老朋友,describe a,sb,把a描述成为是b,这个是老朋友,咱们不说了,安安咱们多次讲过。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arts,所有意识中最困难,the most difficult,在这当名词来用。 也可以把它写成,the most difficult art of all,也行,但不要说the most difficult art of all arts,也不用说the most difficult one of all arts,这个啰嗦,要不这么说,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art,或者说the most difficult art of all,前后留一个就行了。 那么,看第二句那句,当然certainly it is more difficult,当然这个东西更困难了,比什么更困难呢? then到句末是个比较壮与,then the art,比这些艺术,什么艺术呢? 未寻导到句末是定于从去修饰前面的艺术,就是什么艺术? 就是需要欣赏平面形状的能力,这个involve在这不是卷入,就是需要去做模式,尤其表示这个事,这个工作,办这个事,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这需要,咱们一会详细讲解这个involve的用法,需要欣赏平面形状,这个form表示一个两个具体的形状,那么就是可数名字了,所以form可数不可数都行,什么是平面形状? 后面那个shaping only two dimensions,这个画带下画线的这个系列字,是做前面那个flatforms,可以看得到的同位于,什么叫平面形状? 就是仅仅两个维次的这个形状,这个shape在这表示抽象的含义,又是不可数的,就是二维空间中的形状,就只有长和宽没有高了,比欣赏这个要难,所以欣赏雕塑品,比欣赏一幅油画,一个绘画要更难一些 这里边有一个表达,就是刚才说的most difficult of all ours,别看小,越是小的地方越看功夫 好多同学就写成,the most difficult art of all ours,the most difficult one of all ours,都啰嗦 要不像本文中说的,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ours,要不这么改,the most difficult art of all,都行,但不要前后多说,留一个 我们再多看几个变化的练习,把它练熟了,英语中知道不行,得熟练 你看在第21课,出现了类似搭配,121页的第一行,121页第一行,第21课,就西部篇这个数,the greatest of all western stars,西部篇明星中最伟大的一个 你看他前面用的是the greatest,没有再加名词了,用本文中的逻辑,也可以改成the greatest western art of all,这搭配也正确,别前后多说 再比如说我们看第43课,251页的第21行,在第4课里面,43课,251页的第21行,看这句话 他说,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obstacles,所有的障碍中最艰难的一个障碍 中文中可以都说障碍,在这留一个就行了 除了用这个表达之外,也可以把这个障碍放到前面去 the most difficult obstacle of all,所有障碍中最难的一个 这么说也行 能不能有第二个说法,当然有,我们看课文中,你看与咱做相反的变化 咱们看三册的第32课,就用了刚才我们变过之后的变大 在这个变化,三册的第32课,一艘沉船里面 看这个表达,他说 the most valuable find of all,所有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这么一个发现 那find放在前面 那么本文中这个变化,变回来 这是三册课文中变回来怎么说呢,大家都会了嘛 the most valuable of all finds,所有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这么一个 那再比如说在三册的第48课 三册的第48课里面出现了这么一个搭配 the most frightening thing of all,所有的事情里面最让人害怕的这么一件事 对吧,如果本文中这搭配呢 the most frightening of all things,所有事情中最让人害怕的一个 48课,这个就是去一个郊区去旅行那一棵树 那再比如说我们四册的也有,四册的第13课 76页第一行,咱们四册76页第一行,第13课里面 the deepest holes of all,所有的洞中最深的洞 因为这些洞有很多,所以前面也用了复述 用本文中的逻辑,the deepest of all holes,表达是一样的 这两个表达都行,你看都在课文中见过 究竟选哪个随你变,随你变 注意不要前后多说就行了 好,再回到第二句话里面 他说那是为什么雕塑被描述成为是所有译成为最困难的 并且sirly it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hours which involves appreciation of platforms 他需要去理解二位平面的形状 这个involve在这翻译是需要 这个看一下英文解释,这个单词用的很多 involve什么意思呢? If a situation, an event, or an activity involves something nothing is an important or necessary part or result of it 如果一个情况,一个事件,或者一个行动,一个行为involve something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事是这个东西重要的,或者是必须的一部分,或者是这个事情自然认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说干这个事,这个事件,这个行动,这个情况需要它 因为它是这个事件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这个事件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所以叫需要involve,我们看几个例子 先看搭配 evolve直接加病语 evolve something,或者involve doing something,都行 加名词或动名词都算对 就需要,我们看例子呗 Community service can involve anything from gardening to helping in all people's homes 社区服务,可能需要什么,需要从园艺,什么就是施弄花草 一直到帮助到老年人家里去帮忙,任何事情都需要 是不是这些东西是社区服务的一部分,或者参加社区服务必然会出现这么一个结果 是吧 就需要 再来一遍 社区服务需要做什么事 从园艺一直到老年人家里帮忙,任何事情可能都需要做 叫需要,involve 我们加了名词 再看一个叫doing的 Jane was on a diet, which involved eating nothing but fruit Jane这个女孩子现在正在结石 be on a diet,就是结石要减肥了 这个结石需要什么呢 需要除了食物之外,不吃任何东西 需要做模式,involve doing something也行 就说除了水果之外,不吃任何东西 是这个结石行为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必须得这么做 需要做模式,involve 名词加动名词都行 使我们回忆起来 有另外一个动词跟它搭配和含义几乎一样 就是intel something或intel doing something也是需要 也是表示后面这东西成为前面东西的重要的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或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就需要 intel还是发现的需要 搭配也一样 同样看例子 this job entails a lot of hard work 这份工作需要有大量辛勤的工作才能去完成 这个表示 a lot of hard work 是这份job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重要的一部分 就需要 再比如说 家里对位 my job entails being on a call 24 hours a day 我的工作需要24小时 一天就是24小时随时听后召唤 be on call 随时一召唤我马上就得去 我的工作就说明这个事是我的工作的一个部分 我必然我做的工作就会有这个结果 intel something or doing something can involve something doing something 可以同时记住可以替换 就是后面的东西是前面东西必备的 或是重要的一部分 或者一定会出现的结果 翻译成中文就是需要 这需要什么 欣赏二维形状 就是二维空间中的形状这个能力 好 下面我们看第三句话 作者说 但可惜多数人没这本事 看屏幕 他说 many more people are foreign blind than colorblind 他说 多得多的人都是行忙 而比色忙 人数多得多 colorblind是个固定的一个搭配 叫做色忙的 就是对颜色分辨不清 有的红绿色忙 如果黑白色忙 那就全瞎了 黑白都分不清了 但是前面形忙是做着自己造出来的一个字 就模仿色忙 所以加了一个引号 其实没有这个字 就对形状 它没法去辨细 所以比色 与色忙相比 行忙的人数要多得多 这个many是加强more的语气 不但要多 而且多得多 但是注意 people是可数名词 如果修士不可数名词 多得多 叫much more 多得多的钱 much more money 但可数名词不能much 得有many more 也是多得多 这个含义 好 把这个看清 我们特别在这句话中就关注一下 这个什么什么的多 many more加负数名词 当然有的事情说far more 也是多得多 这个含义 但如果修士不可数名词 那far这个负数不用换 但many相应的换成much就好了 much more什么什么 看例子 many more people 或者far more people 就多得多的人 人数多得多 但是much more money 也可以用far more money 的钱多得多 注意这两个便习 不要弄火了 本分钟 这人用复书的 这个many more就好了 好 看下面第四句话 他为什么很多人是行王呢 看屏幕 他说 The child learning to see first distinguishes only two-dimensional shape it cannot judge distance's depths 前面这个 learning to see 是非为一动词 当后者令语 学习看东西的 这个小孩子 往往是一两岁的小孩 特别小 首先first 是分辨的意思 这一开始 只能分辨二维的形状 就看平面上 这个东西是个苹果 是个压力 然后加分号 引出变变句了 it 还是指这小孩 如果这个小孩 还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第二性征 身体没有发育 小孩子特别婴儿 我们一般就不用he或she 用it就好了 怕cannot是书面联系不能 他还不能判断距离 不能判断深度 就只有xy两个轴 还没有那个z轴 在这平面的这东西 他在三维空间 小孩子是没法去分辨的 这是小孩子的情况 这把语法看清 那么下一句话继续描述 那慢慢的呢 看下去 他说 later for its personal safety and practical needs it has to develop partly by means of touch the ability to judge roughly three-dimensional distances later就是后来 这是副词当状语来用 在这之后怎么样呢 这个带下滑线的for 一直到needs结束 这明显是目的状语来 这个为了他自身的安全 和实际需要这个考虑 为了这个目的怎么样呢 这个it还是小孩子了 这个前面的its还是他的嘛 因为这个小婴儿嘛 就是男女不分了 就用他了 他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发展出这个能力 那么当然括号里面是插入语 partly by means of touch 主要通过more这个形式 by means of 通过某个形式来 通过more这个形式 touch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发展出 那么developed being 也是the ability 这个能力 我们还是to do 做后置能力修饰这个ability 什么能力 就是roughly 就是粗略的 大致 大致判断一下三维距离的能力 要不然小孩子一走路 就挨摔了 就创墙了 所以慢慢慢慢的 会发展出判断距离这个能力 通过触摸这个方式 慢慢发展出这个能力 这个词法没什么好说的 来看一下句话 很多人到这就打住了 but having satisfied the requirement of practical necessity most people go no further but这个黄颜色是非微动词 那么用having done这个形式是强调既主动又先发声 如果用doing是表示主动 但不一定先发声 它可能是同时发声 但用having done肯定是主动 而且先发声强调 这是先发声 比微动词要早一些 如果用being done来强调是被什么怎么样 但是不是先发声不知道 如果having been再加过去分子 done 那是被动而且先发声 所以这个having表示先发声 其实我们没有病动词 那是我们主动的 先发声主动 但是在满足了实际必须去做的这个事的需求之后 之后了就是这个satisfied 但是从动词来用就满足了 极无动词后面加并语了 它并不是be satisfied with 并不是形容词后面加with 就是当极无动词满足 这不是非微动词吗 满足了实际需求之后怎么样 大多数人就不会更进一步了 就大概生活中不撞墙 我们就满足了 至于能不能欣赏雕塑品 就不知究了 go further 表示更进一步 这并不是走得更远 这个是个抽象的比喻 go further 经常做比喻 叫更进一步 就做得比喻来更厉害 更进一步 更上一层楼 我们看这个例子 I can offer you 50 but I can go any further than that 我可以给你出50块钱 但是再多我不能更进一步了 最多50 你行就行 你不行我就走了 买东西这么说 最多给你出50块钱 不能更进一步了 不能出更高的价格了 这个意思 对吧 再不说 Well in Australia was stopped bu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ent further and proposed a global ban Well in 这个well本来叫鲸鱼 就是W-H-E-L-E 做动词就是捕杀鲸鱼 在这动名词 在澳大利亚捕鲸鱼 被停止了 这么做是不行 是不允许了 但是澳大利亚政府不满足于这个事 他们更进一步 并且建议在全球之内都应该进步境遇 这个ban就是官方正式的明令禁止 go further就更进一步 本文中也是出现比喻 日常生活不摔跟头 能满足之后 很多人就满足了 就不会更进一步了 好 看下面第七句 这句话有点难度 咱看屏幕 他说 Though they may attain considerable accuracy in the perception of flat form they do not make the further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effort needed to comprehend form in its full spatial existence 这句话比较复杂 而且中英文切换比较麻烦 这前面的do呢 是让步状语从举 尽管他们就是这个 一般人 他们可以怎么样 相当精确的感知平面的形状 小英文的天生具备的能力 他们可以 这个字面意思是可以达到相当的精确 attain 是获得某个成就 达到某个目标 达到conserval相当大的 相当多的 相当的精确 那么后面in 是后制能语 表示在某个方面 在平面取得了相当的精确 这是可以看的 一切子短情做状语 就in 带下我先的部分 自明意思 尽管他们在平面形状的感知方面 可以达到相当的精确 这个一看又不符合中文的特征了 咱们不说在这个方面达到相当的精确 这不通顺 那怎么办呢 调整次性 调整次性 尽管他们可以相当精确的感知平面形状 这个perception在这是名词 在中文中形容动词 把名词当动词来用 尽管他们可以相当精确的感知平面形状的能力 相当精确的感知这个东西 但是怎么样 他们就不能在家but 虽然是从属联词 but是病例联词 就不能在家 在家就矛盾了 直接写主句 他们却没有在智力上 或者情感上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 什么努力呢 后面needed到居末 这是过去分子短元的后制定语 努力是被需要的 去干嘛 被需要能完全理解这个形状 什么形状 in its full special existence 就是在完全的空间的存在的形状 就是这形状在完整的空间的存在 特别别扭 这翻译中文还得多用东词 他说名词用的特别多 他们并没有在智力上或感情上 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别扭 这努力还是名词特别别扭 咱们名词当动词 但是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的 在智力上和感情上努力 努力去干嘛 被需要的努力 努力去做这事不就行了吗 把努力当动词 努力去理解 在完整三维空间中的形状 你看是不是又是把一大堆英语中的名词换成动词了 就好翻成中文了 但一会咱们注意翻译回去 看能不能汉英更看水平了 英译汉倒简单 咱们再翻一遍 尽管他们可以相当精确地感知平面形状 但是怎么样 但是他们在智力上或者情感上 却没有进一步去努力去理解在三维 完整的三维空间中的形状 是这么一个 你看刚才把感知名词变动词 刚才努力名词变动词 那么形容词当然来 形容词就是名词变成副词就是动词 在智力上和感情上努力去做模式 这个就好了 这是整个的一个句子细节 看看里面小的一些东西 注意一下这个special这是个生词 叫空间的 这来自那个spacspace 但注意咱一般不评的spacil 这个容易拼错 把ce去掉同时加til 这边拼错 大声来没 special 什么意思呢 relating to the size, shape and position of things relating to就是关于了 关于东西的什么尺寸 形状,位置 and the relation of object to each other in space 并且还有在空间之中 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 这个能力 就是空间的 空间的就是这个东西的位置 大小尺寸 两个东西之间的距离 等等 空间的叫special 比如说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spec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发生的变化 taking place 后制度与修饰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在人口空间分布方面发生的变化 这个special distribution 表示事事物人的分布 空间的分布 人口的空间分布 另外最后是 is for special existence 前面加这次in 这isn一般都是跟in来搭配 它表示存在 一般都是跟这次in来搭配 我们再看一个special的例子 再看一个例子 就是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s special awareness 就是一个儿童孩子 他的空间意识的发展 我刚才说 不刚开始 一般是具备二位平面的形状能感知 慢慢慢慢三位空间能感知的 就是孩子的空间意识的慢慢的发展 下面说是刚才那个existence 表示存在 它一般确实跟确实in搭配比较常见 比如说 this is the oldest Hebrew manuscript 这个Hebrew叫希伯来 这是目前存在的最古老的 希伯来的一份手稿 manuscript就是手稿的意思 存在的叫in existence 就是我们却没有进一步努力去理解 在空间完整存在于空间之中的 这个形状 没有进一步去理解 这里面特别注意英汉的切换 英语中perception和effort都是名词 在中文中都当宗词来翻译了 咱们尝试翻译回去 这难度更高了 咱们做两个练习 咱看中文翻译回英语 造个句子 尽管人们可以相当精确的感知金钱的力量 但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在智力上和情感上却没有进一步努力去理解人生的意义 竟看钱了 物质社会 商品社会 同样我们可以说 当然这个句子究竟世界观对不对 咱们不考虑 咱们现在看英语怎么翻译 可以相当精确的感知金钱的力量 就是人们在金钱的感知 perception of the power of money 金钱力量的感知方面 获得了相当的精确 attain considerable accuracy 后面加上其实in在某个方面 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most of them 在智力上和情感上却没有进一步努力 就是没有做进一步的智力和情感上的努力 什么努力呢 就是被需要needed去理解人生的意义的这样一个努力 后面加needed to 我们试试看该怎么说 咱们说一遍 no people may attain considerable accuracy 注意加进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power of money 但怎么样呢 他们这种大多数人 most of them 却没有do not 做这方面的努力 make the further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effort 什么effort呢 needed to comprehend the meaning 生命 生活 life 这个句子立刻就出来了 咱们再回顾一下 那么尽管人们能够非常精确的 相当精确的感知 金钱的力量 我们用的是在这方面达到了相当精确 though people may attain considerable accuracy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power of money 但大多数人呢 却没有进一步的在智力上和情感上 努力去理解人生的意义 你看我们用的是在这个智力上 或这个感情上做进一步的努力 什么努力 被需要理解人生意义的这个努力呗 所以我们说most of them do not make the further进一步的intellectual 智力的 and emotional effort 什么effort 或者你needed to comprehend the meaning of life 非常漂亮的句子 不但正确而且地道 一般同学没有经过新概念的磨练 写不出这么地道的句子来 所以好多同学一写就是清理 是为什么 主要原因 李老认为没有跟李延龙学新概念英语 这就是原因 好好学一学 多推荐我们的同学学新概念 再来一个 尽管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衡量物质商品的价值 但是我们之中多数人在智力上和情感上 却没有进一步努力去估算一下 人们为我们做的服务的真正的价值 对吧 这东西iPhone卖多少钱 我们相当精确地能够评估 但是他给我捏捏脚 该给多少钱 这心里没说 我们这看着好像很眼熟 好多表达该怎么说 咱们可以参考一下三册的第27课 不买也不卖 三册好文章 你看这原文中怎么说的 他说 Though it may be possible to measure the value of material goods in terms of money 用金钱来衡量 物质上面的价值 衡量用measure吗 衡量 但是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true value of the services which people perform for us 但是要去评估人们为我们做的服务 这个perform并不是表演 是做了 服务的价值相当困难的 你给评估衡量一下 换成estimate 咱们试试看 就是在用金钱来衡量物质上面的价值方面 取得了相当的精确性 我们却没有做进一步的智力和感觉的努力 什么的就被需要来评估 人们为我们做的服务的价值为 咱说说看 好 开始 Though怎么样 we may attain又来了 conservable accuracy 因什么呢 in the measurement but measure what means measurement of the value of material goods 但怎么样呢 我们中多数人 most of us 怎么样 do not make 又来了 the further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effort needed to什么呢 estimate the true value of the services which people perform for us 好了 出来了 又是个超级长句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句子 即便英文专业写起来 也是觉得有一定困难 但有了好的样子 摆着三册四册 双剑合璧 你看句子出来了吧 Though may may attain considerable accuracy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value of material goods most of us do not make the further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effort needed to estimate the true value of the services which people perform for us 地道 尽管句的长 但是没有多余的字 简介 非常精彩 符合书面的特征 一般的非英语专业同学 能轻松写出这么地道 复杂句子 那一般老师刮目相看 很容易在考试中 拿到高分 而且写作是 对语言要求确实最高 好 第一段 郑老师就看到这里